今天凌晨4点45分左右 从几州岛开往上海外高桥的 意大利级的哥斯达豪华邮轮经典号 在长江深水航道横沙水域附近 于一艘比利时级的货轮发生了碰撞事故 邮轮的船身留下了一道巨大的伤痕 导致部分乘客轻微受伤 目前哥斯达经典号邮轮停靠在外高桥海童码头 大部分游客已经被安全转移 据外高桥海事处相关负责人介绍 今天凌晨4点45分 邮轮在行驶至深水航道第四登附处时 因机器故障 与同向行驶的比利时级货轮发生碰擦 碰擦造成邮轮又闲出现巨大裂口 而裂口位置正是邮轮客舱的5到7层 大多数游客因巨大的响声而从睡梦中惊醒 看到玻璃碎片已经散落一地 水也漫到了膝盖 当时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然后现在下船之后看到这个场景之后 真的非常的后怕 事故发生后 上海外高桥海事处立即启动应急预案 第一时间赶到事发水域进行事故处理 首先就是我们海事故门 指派我们海雄102 海雄103 海雄166 立即赶往事故现场 进行现场交通秩序的维护和旗救 另外一个我们指派海港21 海港18 也是赶往现场进行事故救助 同时进行办行 这艘意大利级哥士达经典号游轮总吨约5.3万吨 搭载有游客1600人 绝大部分是中国大陆游客 在结束了四天的韩国之旅后 原计划今天上午7点半停靠上海外高桥码头 不了途中发生意外 而事故中另一艘比利时级货轮 目前停靠在吴松6号毛地等待检查 事故原因仍在进一步调查之中 东方卫视记者宣克炯施政无济上海报道